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DOTA 克鲁基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电魂和龙骑士的神诞视频 这边电魂是撒旦冰甲 大暴冰眼 强袭 甲腿 龙骑这边是分身斧 撒旦 金布棒 甲腿和强袭 我们看到这边 这个龙骑的分身被清完之后呢 是攻击力比不上这个电棍 因为电棍它有这个抽攻击力 而且是无视这个林肯 也无视BKB的 所以说打到后面这攻击抽完了 这龙骑攻击力跟不上去 装备相同 将队差不多的情况下 它是打不过这个电棍的 可以看到这边龙骑开启撒旦之后 被抽完攻击这个暴击的血量非常低 就100多的暴击 可见这个神中弹挑 龙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克制这个电棍 哪怕你护甲再高也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攻击力打不死人 这边再看看龙骑是换什么装备 龙骑这边还是先手一个T 晕住电棍 电棍开始抽攻击 开启大招 开启大招 准备开启撒旦 撒旦已经开过了 但是电棍就这一点血 龙骑就是打不过它 因为这个电棍的大招啊 它是会吊你护甲的 每A一下吊你一点护甲 A一下吊一点护甲 而且还有抽攻击力 这个神丹的电棍也挺厉害的 它的这个抽攻击这个技能非常克制 像龙骑这种就是没有幻象的这种英雄 因为龙骑它是属于建设型的远程 打这个电棍抽攻击的话 一旦被找到真身被抽完攻击 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所以说这一集神丹视频 可以看出龙骑虽然一直在更换装备 但是就是打不过这个电棍 又是差一丝血 差一丝血看看能不能找机会 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个电棍给喷死 看来这个电棍后期还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如果说是无打无打团的话 这个电棍是很难做到一直抽人的攻击力的 神丹就没办法 因为在你脸上 而且电棍又有一个这个冰野和散尸 这龙骑跑不掉 刚跑开又开始被抽攻击了 抽着抽着没攻击了 就打不过 可以看到这个电棍撒旦一开起来 这血量蹭蹭蹭的就往上涨 龙骑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 这边再看 龙骑还是老样子 剃住这个电棍 想要走开 走出这个抽攻击的范围 但是被这个散尸留住了 可见这个龙骑的暴击只有200多 非常的可怜 神装龙骑暴击只有200多 他的攻击力直接被抽干了呀 再看最后一波 看这龙骑能不能翻盘 把这个电棍给喷死 看看能不能 出一界面 这个龙骑基本上是碾压电棍的 但是打着打着打着他就打不过了 就是因为这个抽攻击啊 太克制之中 没有幻象的英雄了 好这一期神装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